媒体大阵仗守在饭店车道 不放过每一台出来的车 王力宏18号返台 入住汪小飞的隔离饭店 25号隔离满七天 传出可能离开饭店 不过一个早上都没等到人 下车解开解开 前一天耶旦节 媒体守在饭店 因为传出王力宏 24号隔离第六天 已经进行了PCR筛检 代表春节入境方案 可能是选择7加7 还有退房住客 坐上计程车跟镜头挥手 一度让大家误以为是王力宏 最后虚惊一场 25号深夜 经纪公司也传讯息 写下王力宏今晚不会离开 而26号早上9点 退房时间一到 三台防疫计程车 开进饭店地下室 不过都没有看见 王力宏的身影 现在已经结束了 退房间结束了 所以不会再有防疫计程车出来 不会的 如果就算下去的话 也是陆住的客人 就这样子 所以最近今天不会再出来 没有了 谢谢 饭店人员透露 该退房的都退房了 如果不是7加7方案 目前剩下10加4或是14加0 代表有可能是28号晚上 或是1月1号元旦退房 根据卫福部规定 出关返家只能坐防疫计程车 但是势必躲不过媒体追逐 如果王力宏续住买14天 就能搭保姆车离开 不过多住7天 每晚3600等于多花了25万2000块 至于王力宏出关 可能会去哪里 除了仁爱路的无疆豪宅 还有中校东路的国庭豪宅 跟金华街的工作室 目前动向还是个未知数 TVBS新闻黄俊伟 陈佑祥想沈简楼堂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